前面节不少民众返乡扫墓 玉璃春日派出所副所长程昌旺也不例外 但是特别的是他是帮民众来扫墓 其原是从2017年一同来自海南岛的请托电话 希望能够找到葬在台湾的熟工吴文正的墓地 辗转透过副所长帮忙顺利找到墓地 不过随着请托人年事见高 加上疫情爆发无法来台 陈昌旺已经连续四年帮忙扫墓 更留下平中信 希望吴文正在台后代能够找日和家人取得联系 拿着扫把扫去墓地前的尘土 边角的小杂草也用手仔细清除 清明时节异乡游子纷纷返家扫墓祭组 不过远景陈昌旺扫的不是自家祖先的墓 而是一桩来自一千多公里外海南岛的请托 当初他实际居住的故居 有一位庄先生有花一棵树回去种 他可能知道他确切的墓地藏在哪里 所以我又给他连续上之后 在带同他们一起到乐公墓 找到他实际的供水堡地 带上鲜花素果 在墓地前朗诵祭文 会帮吴文正扫墓有段曲折的过程 原来他来自广东 当年战乱来台后定居花莲域里 1988年过世就葬在这 2017年在海南岛的后带来电 希望能找到他的墓地 辗转透过时任预理所远景陈昌旺 找到大宇老里长 再找到认识吴文正的人 而广东家乡的黄皮果树 就是牵起缘分的关键 看到这个树 他当时传过了树 他讲说他们广东那边非常的多了解 都看到这个树就像回到自己的故乡一样 这四年来都是陈昌旺帮他们扫墓 更留下平中性 希望帮助吴文正的后代 联系上海南岛的家人 来自一千多公里外的思念 透过陈昌旺的帮助来传递 对他来说 这也是个特别的为民服务经验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